淡水捷運站的後方廣場 今天上午相當熱鬧 在民進黨新北市長候選人 游錫坤的帶領之下 多位新北市各選區的議員參選人 齊居一堂舉辦世事大會 選在第一選區的淡水 舉辦這樣的活動 游錫坤表示 是因為淡水具有悠久的歷史 跟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 打出改變新北 從淡水開始的口號 帶領黨籍立委要來力拼勝選 過去的護衛光要奪目 現在的淡水風華未見 有山有海有河 今天的淡水就像是新北市的收影 有現代化的高樓 也有百年歷史的洋房 打拼的故事一代傳一代 打拼的人為這座城市 注入源源不竭的動力跟活力 打拼的城市 值得一位打拼的市長來為他打拼 讓齊坤為新北市 一位新北市打拼的市民 拼幸福 拼光人 大家好 我是三號鎮宇恩 Thank you 真感恩 三號鎮宇恩 拜託大家支持 六號 六六大順 拜託大家繼續支持連任 謝謝 謝謝 由於選舉的號次這週剛出爐 活動開場各個候選人也以諧音的競選口號 希望加深選民的印象 而第一選區中 新任的議員呂子昌 這次抽到了六號 而另一位女星候選人 鄭宇恩 則是抽到了三號 淡水是台灣一個歷史最古老的 護衛400年的歷史從這裡開始 那希望這裡有一個很好的彩頭 那我呂子昌抽到六號 祝福大家六六大順 11月29號 拜託各位鄉親 能夠支持六號 繼續連任 大家好 我是三號鄭宇恩 Thank you 真感恩三號鄭宇恩 拜託在11月29號支持年輕人 給年輕人議席機會 為我們的新北市的年輕人 爭取更多更多的福利 再拜託大家支持三號 三號鄭宇恩 在淡水試試大會之後 所有的候選人也將以車隊掃接的方式 一路從淡水到板橋 而更有支持群眾提供一隻台灣牛 象徵游錫坤腳踏實地 吃苦耐癢的台灣精神 也會活動增添了許多的話題 記得陳柏惟淡水採訪報導